法輪功學員卡維迪博是一位牙科醫生 在德國黑森州的哈瑙市擁有自己的診所 他在世界法輪大法日到來之際 感謝法輪大法進化了他的身心 使他在人生最為痛苦絕望的時刻 看到了光明和希望 走上了反本歸真之路 今天的513話感恩系列報導 就讓我們來看他的故事 哈瑙市是格林童話的故鄉 被稱為格林兄弟之城 卡維迪博的私人牙醫診所 就坐落在市中心 卡維通過德國大學牙科專業國家考試後 從事牙醫工作 2005年與另外的醫生合作開設了私人診所 他們為患者提供全方位的牙科服務 致力於使用創新的無金屬生物材料 我哪裡用黑水質體植物要用 因為通常美食醫療著作用 赤腸填法治療 常藥寫的手指 他們有品牙醫療 所以消息時已在本身上 全都要糊填 我當時非常大事 我當時是有事 和遙先生性消息 都長進去 凡方天 我當一個是上大事 為它做到日曆的 正是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一件事情改变了卡威的生活 他身陷痛苦绝望中而找不到任何出路 悉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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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悉� 早上也会被人家招呼的 那是一座大的阶段 因为我是一个座的 俱级瘾巴士 那是一场 那我没有解放 我由于我从外面 有什么尾部 在学习的 我没有尾部 我没有想到 我真的想到 我说我能拒绝 我和那个专励的 那是个人的 感觉 一半的一天 是一半年 是有很久的 我把整个货币的 我给了很多货币 卡威尽全力并轻囊帮助这位年轻人去治疗脸部疼痛 一年半过去了,仍然无果 在极端绝望中同意付给这位年轻人一大笔钱 让他回家乡土耳其继续治疗 宇宙佛法在卡威眼前的展现 使他看到了光明与希望 终于走出了无尽黑暗的隧道 使大法善解了他与病人之间的渊源 修大法使他身心得到进化 从此他踏上了反本归真之路 在普天同庆世界法轮大法日里 卡威深切表达了自己对李洪志师傅慈悲救度的无限感恩 新唐人记者姚慧,杨九思,德国法兰克福报道